我是以我们年级第一名的成绩 通过了司法考试 理论功绩比较扎实 其次我是在检察院实习过 在企业实习过 实务经验也比较充足 所以能够比较胜任 这样一份实习工作的 无论是遇到了怎样的挫折 你都要学会去自信地去面对 干一行还是要爱一行的 尊敬的主持人 推荐人 观察员 12位BOSS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大家晚上好 我的名字叫万年帅 来自山东青岛 本科毕业于四川大学 英语和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双学位 现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法律硕士专业 研究生二年级 职务犯罪侦查方向 今天来到咱非你莫属的舞台 希望寻求一份律师助理 企业法务专员 合规审查相关的实习工作 谢谢大家 谢谢你 陈屿老师 沐阳老师谢谢您 他叫万年帅 是的 一万年的万 年是过年的年 帅是帅气的帅 你有没有兄弟姐妹 有 哥哥叫什么 我堂哥叫万年公 公子的公 你的弟弟叫万年丽 对 我堂弟叫万年丽 叫万年丽 我们的长辈给子女起名字的时候 往往是带有着一种美好的期许 希望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 我也说 古代做官 做的最大的三个官 叫做位列三公 分别是掌管行政的叫做公 掌管军事的叫做帅 掌管天文立法的叫做利 所以有了我堂哥 我和我堂弟名字 万年公 万年帅 万年利 是的 是的 来你的推荐理由是 万年帅 万年帅 川大双学位 人大硕士在读 这个司法考试 430分 然后在检察院实习过 在联想的廉政部门实习过 他现在想再换一份实习的工作 增加他的这个实习的精力 是吧 然后他的专业呢 是刑法的反贪方向 我祝你能够找到一家企业去成长 好 然后这家企业江南 也是一家万年轻的企业 好吧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老师 他430分年级第一的成绩 通过了司法考试 这很高吧 没想容 还是非常高的 非常高 对 因为这个要求的是600分的总分 360分就可以通过 他430 他430 很高了 差不多 水平跟我差不多 在全国呢 因为我那时候是400分 考了280多 现在跟你畅谱 没什么差 来我们来了解一下 他的本科不是法律专业 对 是英语与人力资源管理双专业 对 对 对 那后来为什么要考人大 又选择这样的一个专业方向呢 对 老师 您这个问题非常好 我从小就比较喜欢学法律 然后 小的时候 经常看港片 觉得ICAC的人特别帅 连政公署 请过去喝咖啡 是吧 对 法律代表一种威严 其次 从大了来讲 我们国家大环境 也是在逐渐走向法治这条轨道 那为什么要选择反贪方向呢 我们国家现在反贪的大趋势 然后我们这个方向也是新设的 2010年是中国人民大学和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反贪总局合设的 我觉得这个方向就业前景也比较好 作为一个这个专业方向的一个学生 在反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这些老百姓 还有我们这些社会的精英老板 我们该做些什么呢 我觉得民众的参与意识 还是非常重要的 纪委有他专门的举报邮箱 还有专门的巡视组 还有当然检察院的反贪部门 是专门针对这些贪官进行问题处理的 大家都是可以通过电子邮件 电话 写信 各种方式进行举报 当然也是可以面谈的 我看你简历当中 工作中难忘的事写的是 曾做过几次空手套白狼的小生意 给我们介绍介绍 也许这是你个性当中 或者能力当中的另外一面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书呆子 我的骨子里边还是有一些 比较喜欢创意的成分 比如说我筹准了我们学校的一个商机 就是春季和秋季招聘会的时候 的一个送餐问题 学校的食堂的餐饮价格 是有财政补贴的 校内和校外人就餐的费用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找了五名同学 全部是拿到贫困证明的同学 我向学院打了一个报告 勤工卷协的证明 利用这个差价 每份饭 我可以赚五到六块钱的毛利润 我觉得春季 不是这些学生去做饭 不是做饭 你就直接用学生卡买完以后 再用那个加价再卖掉 对 加价卖掉 但是我们还有 看出来了吧 真正会利用法律的人是律师吗 我还我还干过一件更容易的空手套白狼的事情 就是 你今天是要怎么颠覆律师的形式 对 不是 这个律师不是说这个 对 他还连政公署呢 你跟老没太像了 不是我做的这些都是 他是这个资源的整合 资源的整合 我们很欣赏这种 我透了一个意义 第二件更容易套白狼的事是 在00年和 2010年和11年的时候 我们的微信并没有这么普及 很多店家不会用公众号去做这个电子的会员卡 所以我就想办一个联名会员卡 我一卡在手 走遍我们学校附近的大学城都无忧 所以我一家一家的和我们学校的大学城的店家去谈 300块钱我可以把你们印在这张塑料卡的正面 200块钱把你们印在塑料卡的背面 开学期间我把它给各大社团 把这个会员卡作为你们社团成员的福利 谁加入你们社团 你们发一张会员卡 所以大一的信声屁颠屁颠的 把他们的信息都写上了 赚了别人的钱还屁颠屁颠 不他们是很认可我这种方式 我觉得达到了一种供应 赚了多少钱 五天的时间赚了一万两千块钱 可以啊 你以后真别当律师了 就直接创业 这太可怕了 他又懂赚钱 他又懂法律 他跟老胡太强 这就是学法律的人 我知道 有些人是学法学毕业 但是他本科是非法学毕业 所以他的思维更加开阔 学了法律之后 他就资源的整合能力反而进一步争抢 你先别忙着互相夸 咱先说 就是你把法律在你这些事上 到底应用在哪 一二三 举个例子 我能想到的是 首先我要利用规则 但是我绝不能违反规则 这是合规性 其次 法律讲究的是一种 一种谈判和说服的艺术 所以我把它运用到我的过程当中 我给人体现出 我的缜密的思维和逻辑 所以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这两点 让自己做事合规 让对方觉得幸福 好 说得非常好 这短短的几分钟来讲 我基本上可以判断 这个面试其实已经结束了 他已经找到了一个实习的工作 就那个小故事拍一讲 最后这么一总结 亮了 你知道吧 所以现在你可以提一些要求 比如说我还对哪个岗位有兴趣 其实说实话 我之前也有一种考虑就是管理培训生 但是我怕刚进入一个岗位的时候 我还是比较空的 就是没有自己一门核心的技能 我没有把法律打好技术的情况下 就去好高无援的 想做一些管理 我怕我胜任不了 所以就是没有敢把这个想法说出来 好 一个不错的小伙子 很正气 也很聪明 而且实事求是 知道就知道 不知道就不知道 来 我们来第一轮选择 水火流 谢谢各位老板 接下来进入天生我有才 也读你的PVP 左边这部图是我们班的同学 一起和写的一本书 是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现在在当当网亚马逊各大网站上 是可以购买到的 我的三个实习 分别是最下面的 在联通营业厅的实习 左上角的 联想战略运营部 联正公署的实习 和右边海淀检察院 公诉一处的实习 左上角的证书是 优秀学生干部的证书 下面是优秀班长的证书 右上角是 四川大学2013届 优秀毕业生干部的证书 那怎么人大没有证书了 人大证书我没有放上去 优秀研究生 这是尹凤老师的一段话 身为男子 大智若鱼为高 大爱于心为富 大略雄才为帅 我总结了一下 我不高不富不帅 但我仍愿意以一个坚毅的姿态 默默滑滚打 谢谢 万建帅 你的职场规划是什么 首先是还是会去参加公务员考试 然后获取了这个体制内的知识 能力和一定的人脉关系之后 我想再跳出来 不管是回到整企业 那就有问题了 别这么想 记得体制内再跳出来 你可能废了 这句话虽然可能不得适 所以说我们就说你的职业规划 刚才看到你所有的优秀的数字 你是到底想走仕途走公务员之路 还是想在企业发展 最终目的是想要在企业发展 那你为什么要走一个曲线的路呢 我觉得人是要把自己该走的路走完了 才能走自己想走的路 那谁告诉你公务员是该走的路 因为对我们企业来说 我们一定是招在企业里最有经验的人 不是说政府里最有经验的人 父母和爸爸的兄弟都是央企工作的 所以他们从小给我灌输的观点 就是学而优则是 你要选择一份稳定的工作 踏踏实实地做下去 我觉得这是我性格当中 一个很大的缺点 也希望 那你既然求稳的话 你后来说还是要回到企业 就是我先想把这个基础打稳 再回企业 可能走得顺一点 万年帅是一个典型 我们认为叫五好学生 有父母给他规划好的路线 又有相对保守相忻 稳中求胜 左右手都不想松的那种 对未来的可控的想法 但这种可控的想法 我其实可以跟他讲 就是这是完全不可控的 经过你刚才的这个表述 以一个师兄的角度 我给你的建议是 我本科是学食品工程的 画工业图的 研究生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所有这条路 我就干了一件事 我想明白 我也是要走市场化的 于是从报了 我被我父母压着头 报考了公务员 但是我偷偷地 两次都没去 你明白吗 如果你想去做一件决心的事 你就踏踏实实做 两点直线 两点之间 直线是最对的 而你的所有 王文刚 真没什么资格说你 你的所有的公务员的经历 如果以后你想走市场方向 就是减分 我觉得 毕业之前的实习是非常关键的 所以我会选择不同类型的单位去实习 之前我给自己的排序 就是意向行业的排序是 体制内 然后体制外的律所或者企业 然后再是银行 所以我想在毕业之前 把这条路都走完 比如说公务员系统 你要去了解 对吧 然后企业你要去了解 还有一块你没了解是律所 对 所以你今天首选目标是老梅那儿 是不是 明天都 那聊半天聊什么呢 徐老师明等我 谢谢徐老师 他现在就是在做管理培训生 在轮岗 这个狡猾狡猾的小伙子 是这样 我觉得对于企业 我跟你讲一点悬念都没有 肯定去老梅那儿了 咱们别浪费时间 可以了 他跟我聊的时候就说一定要去 你不能为刘刀律宿 你不能为刘刀律宿 你能为我忙 那都几点了 第二轮吧 第二轮吧 你们是球鞋 你们就兴奋了 就刘创得去当律师 你们对这个要帅一万年的帅哥 倾注了太多的感情了 其实他只是找一个实习工作 他只是现在想摸一摸 看看到底适合什么 欺骗了我们的感情 你们一个个义愤前因 对 是吧 你们律师都是这样子 你们张牙舞爪的样子吓到我们了 你知道吗 他刚才总结 好了好了 不是 我跟你讲 刚才其实我就应该醒悟 他说他要利用规则 但是不能违反规则 你就是利用这个规则 欺骗我们的感情 第二轮选择 去过流 但是你愿意被欺骗 不过年岁把我们都给搞兴奋了 我觉得老板们爱之深则之切 他们希望的是一个男孩子 在闯到这个社会的时候 性格不要太求稳 因为年轻的时候不怕输 陈浩老板一直在用一种 调侃的口吻和我说话 我也觉得我理解他的良苦用心 你们也太脆弱了吧 不争取一下吗 陈浩 当备胎干嘛呢 真的不用去什么 感情受到了伤害 太脆弱了 这么狡猾狡猾 你给他当备胎干嘛呢 我 其实我第一项企业有三家 实事求是的来讲 今天梅总之前是没来的 我的一项企业 是区分期和五八同城 我对区分期和五八同城 非常多的关注 你不能伤害了别人以后 又给揉一揉 不是 万年帅 这样不厚道 小伙子 你这样特别不合适 万年帅 这叫借 除了你有没有觉得 这些男人现在哪像老板 就像怨妇 他们有一颗脆弱的心 你多理解 你就别说话了 万年帅 得了便宜还卖乖 就是 万年帅你知道吗 本来 岳父大会 本来是在这里 然后到这里了 然后他都到这了 你还光光又来两脚 万年帅 你说合适吗 我觉得选择工作 和选择自己的恋人 是一样的 你可以一见钟情 很多企业 你也可以两情相悦 一些企业 但我愿意为自己 白头偕老那个企业 一直地等下去 因为他也一直在亮着灯 等着我 稍等一下 他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你再说一遍 刚才那个话 你说给我听一下 你再第一句话 第一句话 一见钟情 很多企业 我可以一见钟情 很多企业 两心打萝卜 一见钟情 一见就是同时间段 你可以钟情 很多企业 然后两情相悦 一些企业 一些企业 两情相悦代表的是 你我 你说一些企业 然后最后呢 白头到老一个企业 白头到老一个企业 也就是说你是个不三不四 招起牧主的家伙 花花不折 是这样 老师 我现在很生气的是你们这帮 这个很脆弱的男人 是吧 说 他表达了一见钟情 人家说 我观察一会儿 我愣着气得灭了 太受伤的心 来 我们来听一下 有一个太容易受伤的心 行啦 是我为你们感觉到 老媒体统就有点像女生了 你可以啦 老师我补充一句 可以啦 我觉得现在所有男的吧 都像女人 好了 好了 我补充一句可以啦 你还补充 你补充什么呀 你还补充 失恋者往往会夸大自己 失恋的痛苦 幸福者往往会夸大自己的幸福 好吧 接下来客观地提供你们的岗位 尹丰 就是法务部的实习法务专员 好 做好咖啡之一的反弹工作 好 来 梅相容 梅总 一个是我们迎客历所的律师助理 另外一个岗位是管理培训生 佳勇 我愿意给你们PVGO的 创业平台的这种实习生岗位 来 徐昭 我们给你提供的 就是我们法务部的法务专员 然后呢 你随时可以向运营的部门去转换 来 考虑一项人物 谈钱不赚感情 然后我觉得特别愉快地 做了一个美丽的备胎 来 写下你们的薪酬 两百元一天 两百元一天 这是苏巴的价格吧 苏巴想价了现在 我在这个实习过程当中 除了做咱们法务相关的工作 能不能有一些 就是类似于轮岗的机会 学习到运营和管理的经验 这个我们肯定比他们有优势 除了法律就是唱歌跳舞 我们这边是除了法律 还有长青藤管理学院 和老板培训基地 刚才我给你提供的岗位 实际上包括管理培训生 都会给你机会 让你去了解相关的产业 然后如果是有很好的 你自己有很好的发展的话 我希望在这些领域 你都能有很好的成绩 15秒钟时间 请考虑 我从2010年的时候 开始关注咱们非你莫属 有五个年头了 觉得之前觉得跟咱们专业 跟我的专业最相契合的 就是迎客绿索 然后也比较欣赏每一种 从中国最大的所 做到亚洲最大的所 只用了两年的时间 所以觉得平台比较大 想来学